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收购推特公司已是进行挖苦 并再次拒绝这位亿万富翁对其重返该平台的邀请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以这个价格买推特 而埃隆并不是个愚蠢的人 另外在他可能非法购买自己股票的情况下 这桩交易怎么进行下去 特朗普在自创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提出质疑 报道提到马斯克目前正面临诉讼 指控他推迟披露自己在推特的股份 以便用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多股份 此前马斯克暗示他将允许特朗普重返推特 不过这位前总统似乎并不急于接受这一提议 我很感激这个提议 但我永远不会回到推特 特朗普写道 马斯克当地时间5月10日 在参加英国金融时报举办的汽车未来大会上 首次公开证实 如果收购推特的交易完成 将恢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禁的推特账号 北京时间5月13日6时36分 马斯克又发推写道 尽管我认为在2024年 有一个不那么分裂的总统候选人会更好 但我仍然认为特朗普应该重返推特 不过特朗普4月就曾表示自己不会回推特 马斯克13日表示 他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计划暂时搁置 直到关于推特上垃圾邮件和虚假账户所占比例的详细信息公布